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路上遇见不喜欢的人 不去理会 做好自己才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 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 是指生活中的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你如何反应所决定 人活一世 难免会遇见讨厌的人 至于如何看待取决于自己 因别人而生气 徒添烦恼 因别人而不计较 活得舒坦 人活着 遇见讨厌的人 如果太过认真 你就输了 不妨试试以下这三种方式 一 不必纠缠 趁早远离 了凡四讯中有言 看不惯的人不用翻脸 不理会 默默远离就好 行走在人世间 遇到烂人应趁早远离 若纠缠不放 只会引火上身 电影《蛮荒》故事里有这么一个片段 暴迪车主在路上行驶 前方有辆车挡得道 于是他按了喇叭 结果对方不仅没让路 反而开得很慢 待他超上时便破口大骂 你真是个不要脸的香巴佬 还对车内的壮汉竖起了终止 他一脸得意地开走了 没多久 车子爆胎了 更换轮胎的时候 壮汉追了过来 他赶忙回到车里 而壮汉拿起扳手 狠狠地砸了几次前挡风玻璃 羞辱他后 壮汉准备驾车离开 此时他彻底怒了 发动车子将壮汉的车 顶到了桥下 随之壮汉爬了上来 他赶忙开车逃离 但壮汉的所作所为 令他怒火中烧 竟掉头回去撞他 但轮胎没拧紧 车子冲到了桥下 等壮汉进入车内 两人撕打起来 最后车子引爆 留下两具缠在一起的尸体 如果一方能趁早稀释宁人 不纠缠彼此 就不会造成如此惨痛的后果 与烂人纠缠 很容易挑拨起人的情绪 拉人下水 因此 及时远离 才能减轻不必要的伤害 作家李尚龙曾讲过一件事 有一次他和朋友约饭 朋友说起附近有个路边停车场 一小时收费十元 第二个小时十五元 朋友就把车子停在那边 饭后他们去停车场时 刚好是一小时 案里只需收十元 但收费的人要了二十五元 朋友联盟辩解 他是十一点五时停车 现在才十二点五时 并没有超过一小时 争论了几句 收费的人却认为 他是十一点四十五到的 早已超过一小时 无论如何 都超了一小时 虽然他们很生气 但为了尽快解决 连忙给了二十五元 就走了 人生苦短 与讨厌的人争论 不仅浪费宝贵的时间 而且影响心情 不妨赶紧离开 纷争之地 作家冯唐说过 时间太少 从尊重生命的角度 不必纠缠 人生的路上 遇到虎脚蛮缠的人 与其纠缠 不如选择疏离 因为与烂人纠缠 自己也容易 变成那样的人 不纠缠 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 二 不必在意 保持沉默 你才说过 不要让你讨厌的人 轻易地把你 也变成讨厌的人 人生路上 遇见不喜欢的人 你越在意 越容易丧失理智 而失去自我 反而是不在意 才能活得坦然 宋朝吕蒙刚上任宰相 有次 他入朝时 听到别人说 他这样的人 也配当宰相 吕蒙假装没听见 但同行的人 很愤怒 想追查此人 却被他制止 下朝后 其他人还在 打抱不平 吕蒙却说 如果我知道名字 就会难以忘记 不如不知才好 至于他说什么 我何须在意 又没有什么损失 瞬间 他们佩服 吕蒙的气量大 其实 折磨人心的是 一个人的在意 能让人劳心费神 只有不在意 才能全身心地 去做自己的事情 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对于他人的言谈举止 能够不在意 懂沉默 曾国藩出入官场时 有个叫赵吉的人 准备设宴 想捞取他人的礼金 但曾国藩反感这种行为 就没有参加 因此 他得罪了赵吉 有次 曾国藩生病 实在坐不住 就向赵吉请假 他却立刻翻脸道 你的假 我不准 曾国藩被拒绝后 管好自己的情绪 没再说什么 选择继续工作 后来 赵吉处处找他的麻烦 其他人看不下去了 但曾国藩 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只顾忙工作 后来 曾国藩的官职 高于赵吉 也没有选择报复他 面对别人的刁难 曾国藩选择不在意 懂得沉默 把时间用在对的事情上 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人无完人 计较过多 只会失去更多 不计较 不在意 才是一个人的修养和智慧 周国平曾说 人生要有不较劲的智慧 人这辈子 若遇到看不惯的人 过于较真 只会增添烦恼 没必要为了一个 不值得的人 耗费心力 选择自动过滤 烂人烂事 才能活得轻松 生命宝贵 遇见讨厌的人 懂得看清 置之不理 才是最好的回忌 三 努力向上 改变圈层 董宇辉曾说 别人不喜欢你 你要做的是充盈自己 丰富自己之后 遇见与之相似的灵魂 若遇到讨厌的人 与其挖空心思 去厌恶别人 不如把时间 用来封赢自己 待自己足够强大 才能跳出 不喜欢的人 和圈子 三十岁的玲玲 出生在偏远的小山村 毕业后 她考上了公务员 不久 她就想辞职 因为她讨厌虚伪的社交 看不惯别人 阿语谄媚的嘴脸 也不喜欢炫耀 有一天 同事看到她桌上的口红 故意询问价格 玲玲说了价格 又说是妈妈送的生日礼物 听后 同事嘲讽道 你家是有多穷 给你买几十块钱的口红 我生日 我爸直接送了我一辆奔驰 瞬间 玲玲哑口无言 内心却讨厌至极 平常她不愿意 谈论一些无聊的话题 因此她受到了排挤 尽管如此 她拥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 不久她开始写文 一开始没有平台采用她的文章 于是她在各个网络平台上 书写人生的精彩 这一写就是三年 于是她毅然辞掉了工作 远离了那些讨厌的人 如今 每个月的收入已超五万元 而且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过得很舒心 不合适的圈子 与其强融 不如默默地蓄力 才能有机会走出去 圈子本无过错 只是人的观念不同 聪明的人懂得沉淀自我 待到足够优秀时 那些讨厌的人 早已消失在了自己的人生里 刘振云在一句顶万句中说 人要一堵上气 就忘记了初衷 只想能气着别人 忘记了也耽误了自己 人一旦被讨厌的人牵着鼻子走 容易忘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仅耗费时间 而且耽误前程 面对讨厌的人 最好的方法不是争论 也不是讨好 而是修炼自我 遇到讨厌的人 是对新兴的考验 内心强大的人 才能磨绿出 更精彩的人生 其实 讨厌一个人 付出的成本过大 不如努力地逼自己 更换圈层 才能甩开讨厌的人 莫言曾说 我们风尘仆仆地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不喜欢的人活着 人生在世 总有人喜欢你 也有人不喜欢你 但人活着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讨厌的人 不纠缠 趁早远离 懂得放过自己 不在意 懂得沉默 才能避免纷争 懂沉默 更换圈层 遇见蜕变的人生 人的一生 不求让所有人都满意 只求做好自己 不为讨厌的人乱于心 一个人的心大了 计较少了 烦恼也就少了 往后余生 愿我们能在喜欢你的人 那里生活 不喜欢的人那里 看清世界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